樓價指數結束六年跌,重返一個月高位 金管局放寬案揭措施的適用期,追溯到設立前 太子道西單行盤農聚早前公布樓書 全盤45個單位,最小兩房都有近700呎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有樓體,我是陶出文 二手樓價指數結束六年跌,升回0.5% 不過銀行收緊左納米樓的按揭,代理就說跌勢會持續 市區樓價走勢回穩,加上中小營和豪宅單位都按照上升 刺激二手樓價指數結束連續六星期的跌勢,重返一個月高位 不過銀行收緊按揭和新判低價促銷,代理說樓價跌勢不變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最新報144.52,按週升0.54% 在近兩個月以來的最大升幅 樓價指數扭轉六星期的跌勢,令年初至今的累積跌幅收窄至1.8% 兼重返撤勒以來的水平 四大分區樓價兩升兩跌,港島連升兩周 連同九龍都升了0.5% 不過新界兩區向下,新界西結束兩年升回落不夠0.1% 新界東更加跌了0.8% 兼跌至2017年初的低位 都是一個技術性反彈,因為之前跌了六個禮拜 不是有什麼特別討好因素 半生盤之前那些所謂納米樓那些單位 可能你現在要轉出去,可能難度會高跌 因為那個買家的作案難度高了 銀行每一單都可能是一個折款的 相對風險大那些,它就會再收緊 案面積分類,樓價走勢全線向好 中小型單位連升兩周,升幅擴大到0.2% 反映豪宅的大型單位樓價指數 結束四年跌之餘,更顯著反彈2.1% 是兩個月以來的最大升幅 金管局放寬阻案揭措施的適用期追溯到設立之前 以未住合資格的自用樓花買家可以借到最高七成案揭 同時不再要求銀行以供款與收入比率去評估還款能力 租金收入扣減都由三成減至兩成 金管局說,過去幾年買了樓花,並選擇建築期付款的用家 或者會面臨股價低過成交價,需要額外資金上會 有空間去微調措施,幫助有困難的用家借高乘數的案揭 何文田太子杜西一個單堂盤早前上載樓書 項目有45伙,開職偏大,最小都有近700呎 在太子杜西一帶多個重建項目陸續落成 由本地皇室家族持有太子杜西296號的樓盤 已明明為農聚,樓高16層連兩層地下停車場 提供45伙,實用面積680至2296呎 按戶型分類,標準兩房只有8伙,清一式大約725呎 主打三房有25伙,全數1100多呎 三個四房開職更大,1500至2100多呎 另外有九個特色戶,最大接近2300呎 參考平面圖,大廈只有兩部升降機 二至六樓每層四火,全部兩房都設有開放式廚房 七樓開始一層三火,全數是三房開職,配備耿廚 13樓或以上密度更低,提供四房和複式單位 參考全盤最小的開職,位於二樓B室680呎的兩房單位 單位的圓關連走廊長3.2米 由於闊度不夠,很難再擺大型傢俱 相信只可以擺到薄身鞋櫃 相比之下廚房就非常寬敞 三邊的廚櫃已經佔了60多呎 近大廳一邊的桌面甚至可以充當餐桌 對出850呎的空間就是單位的客販廳 直廳設計,開職試鎮,都有不少長身擺傢俱 走廊盡頭的主人套房超過180呎 雙人大床可以三邊落床 都可以劃分到衣帽間,套次配備浴缸 細房都有60多呎,給不少新盤寬敞 相信可以擺齊單人床、書桌和衣櫃 客廳空間合理,採用淋浴間設計同樣無窗 旁邊還有30多呎的工作間方便儲存雜物 客廳和主人房對出,外連兩個合共61呎的平台 但開職擇場影響實用性 由惠德峰等等發展的啟德Miami Key 增加回贈以來持續有成交 一起參觀兩房單位 政府2月底設立以來,除了有多個全新盤接力賣樓 部分早年已經推售過,還有不少貨味的樓盤 到曾經增加折扣給客 以啟德跑道區為例 個別項目還開放了燃樓給買家參觀 由惠德峰地產、恒地、新世界和帝國發展的Miami Key One 增設大額回贈以來 一個月累積買出30多伙 作價大約555至1867萬 成交額突破4億 平均尺價24300多元 參觀其中一個現樓示範單位 是一座11樓F室448呎的兩房 經過細緣關來到150呎的大廳 樓底超過3米高,室內空間感充裕 旁邊的開放式廚房設有轉角台面 容納了升盤和電磁爐後 還有不少備餐空間 蒸焗爐安排在近地面 抽油煙機在上面 同時訂造了轉角吊櫃提升儲物量 雪櫃安排在另一邊 對面的牆身還有空間擺餐桌 以雲石台面配深綠色的永餐椅 客廳那邊都有超過70呎 這裡大約2.8米闊 可以擺齊梳化、細茶機和電視櫃 三合一的露台佔了38呎 這裡向西 外望跑道區柳景和啟德河一帶 通過短走廊 可以通往兩間睡房和浴室 先去主人房參觀 70多呎的空間 只設小衣櫃和床頭機 雙人大床靠窗擺 設計師選用了金色圓形吊燈 配耳掛畫和啡色條紋的場紙 皮鋪就以藍白兩色為主 為了保留空間感 衣櫃選用了玻璃門和層架 如果想增加收納量 可以考慮訂造到頂大櫃 旁邊的房間不夠50呎 同樣外望樓景 單人床靠窗擺之後 剩下空間不多 為了減輕壓迫感 衣櫃選用了玻璃櫃門 而且是中空的設計 令設台面和櫃桶 浴室大約35呎 有齊鏡櫃、洗手盆和座廁 採用臨浴間的設計 可惜無窗 休息一會 回來營舍潮流去南昌站看設計 設計師如何用顏色和線條 去營造北歐風 回來節目時間 南昌站附近一個新盤 設計師用顏色和線條 配搭不同的物料 營造北歐風格 效果如何呢 這裏是南昌的一個800呎的新樓盤 三房單位 屋主比較喜歡一些簡潔的風格 除了住民空間之外 空間感、通透感也需要足夠 所以我們跟他們做了一個北歐風 北歐風格在香港都流行了很多年 北歐風主要是以素色為主 加少許淺木色和石紋 有時會有些花線的設計 單位其實都頗高 樓底是有十呎高 互主又不想做木地台 亦都不必要去做一個角樓 有見及此我們在設計方面 就做了很多高薪櫃 就好像我身邊這一組飯廳櫃 它的儲物空間就相當充足 唯有做到北歐風的風格 我們在素色的櫃門上做了一些花線 現代小小的北歐風 通常都會做直角的花線 至於材質方面 我都選了一些石紋的防花板 唯有呼應北歐風 都是會變淺色的石紋 我身邊這個櫃其實都有很多考試 例如這些封邊線的位置 我們都用了黑色的封邊線 去描述邊線 讓櫃變得更立體 互主又有很多很需要去放的書籍 常用的書籍可以放在這個層板上 層板上我們都做了很多考試 例如這個位置的邊緣 我們都做了斜角 令它的線條更加突出 更加有豐富的元素在裡面 我們亦有做到一個路軌式插座 因為互主平時有煮茶或者喝咖啡的習慣 其實這個插座很方便 你想扭它放在旁邊也可以 這樣便可以方便它們的日常使用 至於另一邊的TV高櫃 其實跟這邊的飯廳櫃是一樣的 不過我加多了少許元素 除了本身的黑色封邊線 去描返邊之外 在玻璃櫃的位置 我都加入了一些黑色的線條 令到它整體的設計更加立體 除了在這些位置加了一些特色之外 我在塵板的位置都加入了一些燈帶 這個櫃相對是多燈帶 就希望在互主看電視的時候 就不一定要開屋的燈 有時可以開一個櫃的燈就已經足夠了 在大門的旁邊 其實它本身就有一個凹位 與你做一組櫃在這裡 不過它的厚度本身 就不足夠做一組正常的鞋櫃 所以我們都跟它做了一組斜插的鞋櫃之外 都幫它做了一個掛衣架 這個位置就可以在他們日常的落塵區 穿完的外套或者帽子就可以掛在這裡 這間屋的屋主 其實回來香港都主要是度假的 他們平時就住在外國 所以在傢俬的訂購方面 都是我幫他們負責的 除了燈具之外 還有他們的奇特傢俬 餐桌為何會選擇了深色呢 就是因為深色的餐桌 避骯髒方便清潔 整體不會搶走北歐風的風格 至於梳化方面 我們都會選擇淺色素色的 選擇鎖筍厚一點 感覺舒服一點 有度假的感覺 這裡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其實跟外面 下飯廳的設計是一樣的 都是北歐風 主要是用花線和手抽 營造的感覺 不過有少許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沒有用到石紋得這麼像 我就用了這些木紋 除了在櫃身、床頭板之外 亦都在櫃的內籠 使用了這些木紋 這些木紋的好處 就是營造一個暖一點的感覺 就可以令到屋主入房的時候 有一個休息的感覺 在儲物空間方面 其實這組櫃都做了一些考試 除了正常的掛衣通之外 櫃筒之外 在掛衣通的上方 我們都做了一塊塵板位置 讓它們抽真空 或者是不同季節時的皮袋 就可以放在那個位置 至於下倉方面 我們除了做了四個櫃筒之外 其實如果不夠掛衣空間 都還有一個掛衣倉 這組櫃和床架 我們都做了懸浮的效果 做一些滲光 除了增加通透感和空間感之外 其實它也不會不方便打理 我都預留了一個空間 給掃地機械人 可以隨時清潔到這些位置 在清潔方面 亦都幫學生考慮了 屋主回來香港 主要是度假的 但有時都避免不到 需要一些工作的時間 它就需要一個書房 但由於書房未必常用 所以我就將它和一間客房結合了 工作書袋 除了有正常的儲物空間之外 我們都考慮到 碰床的這個位置 或者是碰高身櫃的位置 可能會比較難用 在碰櫃的夾角位置 我就幫它設計了拉纜 至於在書桌碰床的這個位置 除了頂截板的儲物空間之外 亦都幫它做了一個側掩門 這個側掩門和頂截空間 就可以增加更多靈活的收藏空間 至於床的位置 在設計方面 我們都會幫它想多些 除了做了一個軟墊 防止它撞牆之外 這些軟墊本身 亦都可以做多一套 亦都方便拆洗 隨時可以更換 或者是清潔都很方便 另外在床側方面 我都幫它預留了空間 去做一個小桌面 方便放下眼鏡 或者放下手機充電 甚至乎有些書 可能可以放在這裏 旁邊這間房 是兒子房 它除了需要一個衣櫃之外 亦都需要書桌和文件 所以我把衣櫃和書桌結合在一起 做一個整體的設計 在擺文件的櫃 我們亦都使用了樹皮玻璃 樹皮紋玻璃 它透光但不透明 亦都有一個很特別的紋理 令設計感更加突出 除了在這個位置之外 在這個儲物櫃下面 背板亦都做了白瓷板 可以讓護主用馬卡筆寫東西 塞文件 增加一些完美性之外 都會令到房間變得實用些 內地來香港的人才增加了 令部分地區的租盤短缺 推高了租金 物業顧問就說租金會持續跑贏樓價 每個月都有幾千個 租金會持續跑贏樓價 在這裏租金會持續跑贏樓價 說到建造的利潤 這裏租金會持續跑贏樓價 這個屬於建造的利潤樓價 就是在這裏租金會持續跑贏樓價 這個是在建造樓價旁邊的 便是在建造樓價旁邊的 非常好的路牌 尹子堅是租金會持續的負責人 寅至堅是租金會持續的負責人 受惠政府近年積極搶人才 透過他公司申請來香港的客人 每個月都有幾千個 而除了一般的移民服務 他最近還多了一項業務 就是幫客人到區找租盤 不過發現供應越來越少 因為人生老不熟 很多時候都想來到香港 先適應香港環境 而且物業的成績價都比較高 所以他們首選都想先租去感受一下 再加上如果他們想買物業 但很多時候因為現在外匯管制的情況 他們很多時候資金大額 其實不容易下降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他說單是五月 已經幫六組客人找到心儀單位 大部份的喜好都差不多 通常離不開 第一就是交通要方便 可能在尖沙咀或九龍站上 因為高鐵內往都很方便 第二就是他們都想比較新的物業 因為可能居住環境都已經比較小 對比內地的地方 所以他們都想盡量新淨一些 甚至他們不介意給多一點錢 租自己比較心儀的單位 可能包括更好的景觀 海景等等 這個情況在數字上都有反映 測股處資料顯示 4月施樓租金指數 創了2019年底以來近五年高位 有前線代理說 近期租盤消化速度加快 令租務旺季比以往更早出現 明顯租務的性格多了很多 活躍的時間由暑假提前到立 除了有一些學生提前了 怕沒有租盤 亦多了國內的專財和優財人士來運租盤 他們付出的租金比較高 尤其是尖沙咀一帶的租金 可能到2萬5至3萬元 他們都付得起卓卓有餘 正因為這樣 尖沙咀區的租金都顯著向上 半年內升超過一成 甚至影響業主的心態 設立後刺激了我們區一些二手買賣 但價錢都會做得比較低一點 反而因為租金上升 有部份業主就眼見租出的回報更高 刺激了有部份業主 選擇不在這個時候 去便宜自己的單位 將它轉售為租 不過樓價走勢就完全相反 連續27個月按連向下 逼近接納前的低位 有物業顧問認為 面對高息和新盤搶客 二手樓價跌 租金升的局面 短期內將會持續 過去18個月 加息的情況比較快 另外在這段加息期間 反而在租務市場 我們看到有一個新增 那麼多的租務需求 海外專財 內地專財來到香港 其實就形成了 今次租金和樓價指數 走勢有點不同的局面 還有那麼多外來的需求 來香港租樓的時候 相信租金在短期內 仍然會維持一個上升的空間 但是反而樓價 因為有比較多不同的因素影響 除了高息環境影響 其實亦都可能會受到 股票市場波幅影響 所以短期內樓價 可能會反而相對比較波幅 那個幅度大一些 雖然成交量在設立之後 兩個月內明顯反彈 但是他說 交頭集中在中小型單位 對樓價幫助不大 可能都是一些中小型價格的盤員 會那個成交量刺激得比較多 因為始終入市門檻又低一點 但是很難以這個類別 可以帶動整個市場的樓價升幅 因為始終最大影響 都是利率的走向 準備入市的買家來說 怎會想可能沽默一段時間 才會決定是否真的再入市 而面對高息同一手搶客 鄧淑然認為 二手樓價售壓的情況將會持續 最主要的因素始終是一個高息的影響 可能租樓市場比去買去供樓的月供的時候 可能也未必會用這麼高的價錢 在現在這個時間去入市 另外一方面我們見到樓價 其實因為最近在設立之後 很多發展商都比較積極地去推他們的新盤 大部分都跟周邊的一些二手盤 非常貼近的價格 所以變相也壓低了 一個二手市場的叫價的能力 不過鄧淑然說 長遠來說 租金上升始終利好樓價 等市場氣氛轉好 不排除會有龐大購買力入市 帶動樓價回穩 各位節目時間夠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谢谢大家